看这辆车都被撞成啥样了 有一个小杨哥非常便宜的投资 50块钱买的这一箱工具 我们就可以拿去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停车场停的地方 都是特别烂的车 因为大家都是没什么钱的 来着打一些便宜的零件 现在进去 2008年 Dod Durango 哪个地方你放在哪里 内部 一般你进门的时候 他就会问你要门票费 然后大概是两块钱 两块钱一天 你在这从他开店到关店 你一直待在这里都行 他们不会管你的 然后他会问你要什么车型的零件 你随便报一个车 你进来玩都行 或者如果你需要车 像我的话 我是需要一辆04年的Full Focus 福特的Focus 告诉车的年份和型号以后 他就会告诉你地点在哪 这边漫山遍野的全都是车 前面的话就是一些便宜贱卖的车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全都是报废的车 这些车你都可以把零件卸了 然后去进行很便宜的购买 现在我们找第一个 你看26行下面有 一辆03年的红色的Full Focus 还有一辆黑色的Full Focus 00年的 我们现在就在26行 我们就先找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车 全都是基本上撞报废了 然后这些零件都在外面已经被拆的差不多了 像这些门什么都没了 它们底下都会用轮胎给你架高 这样方便你在底下拿你想要的零件 像这些引擎都没有了 这个引擎的话还在 那我们找一下我们要找的红色的还有黑色的车 现在我们找到了第一辆539 这辆车上写着539 然后这就是一辆我需要的零件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辆车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剩下的零件 这个右挡板已经被拆掉了 右侧镜子也被拆掉了 这边的镜子也已经裂了 左侧的这个灯 后灯尾灯也被拆了 这边的还在 内饰的话这里面已经非常的乱了 基本上什么都拆不下来也没有必要拆了 像这些方向盘里面的这些挡板全都被它拆掉了 看这辆车都被撞成啥样了 这里面还有个点火的 starter 没啥有用 一般来报废车厂的人只有两种 一种是像我这样的打工人 我们是为了找便宜的零件来的 还有一种人就是来寻宝的 因为两块钱嘛 你买不了失望 对吧 两块钱的门票 你一进来 你像这些车在高速公路上撞报废的 然后美国人呢 他们又没钱修 又没钱把这个车拖走以后 又没钱把它取出来 所以他们这车就不要了 而且这些车大部分都是很便宜的车 那种不值钱的车 像后备箱 有些人在里面找到过PSP 或者是PS4 对吧 这些游戏机 一出事故 这些车一出事故 一报废 每个人连看都懒得看 就直接不要了 然后像这些内饰 像这个抽屉 如果我那个脏了 或者换了 我想换 我就可以拿 但是比如说我不会拆这个 那我也可以把它毁了 就是我练一下拆车技巧 比如说像这个 我可以一拔 我也不管它烂的没烂 反正我给它弄出来就行了 像这个我也不要 玩一玩 知道这个什么原理 怎么拿出来的 那在Cansas这种地方呢 野生动物比较多 然后路上的那些路呢 就经常凌晨的时候 可能会有路出来 所以呢 他们就会买这个东西 这个可能卖5到10块吧 然后你车开的时候 他们会发出声音 就会让远处的动物就躲开 不要走在路上 所以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两个收进口袋里 在这辆车里面呢 它已经废成这样了嘛 但是我却发现了 在这里好像有个电子设备 我们把它拉过来看一下 看看这什么电子设备 是一个给小孩看视频的东西吧 我上网查一下 看看这个什么型号的 我刚刚上网查了 这个售价是90 90块左右 在Walmart 是一个GPS 所以呢 我们也不太需要 而且这个好像已经坏了 走吧 去下一辆 这位逛一天都行 在这里 总算找到了一辆 我想要找的车 内饰没有那么脏的 现在呢 我们在这 Fore Focus 一样福特的车 那我一直很想知道 这一块中控的地方 是怎么拆掉的 我以前没有拆过 所以我们来练一下手 但是这里的东西 我一样不买 我只是玩而已 我们把工具箱打开 这个我可能只需要 一字改锥而已 我们先拆音响吧 这个音响 我记得好像是 网上说是 这两边一夹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的话拆坏了 对吧 我也不在意 无所谓 不是我的车 或者看一下 它有没有螺丝 没有螺丝 就直接这样拆 OK 外面这个壳是可以直接 用一字改锥拆下来 所以这个整个壳 应该都是可以扳开 OK 简单 只要观察一下 看一下哪些扣 扣子扣上 这些随便一扳就出来了 这些随便一扳就出来了 这个烟的这个就拔掉了 这边拔下来 OK 就把这个中控面板给拿下来了 所以这是LED灯 我们只是知道它怎么构造 就是学习嘛 然后这个拆了我也不要了 现在看一下这个音箱怎么拆出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螺丝取出来以后 这个应该就能出来 OK 就整一个就出来了 OK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线 一拔就拔出来了 所以这个音箱还是完好的 如果我们要换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买回家 然后给它安装 给它升级一下 但是这些呢 按键呢 这些都有已经有损坏了 这个也不妨被我扔了 所以我们也不打算买这个 只是卸着玩一玩而已 我已经从废车场出来了 今天我什么都没有买 因为没有找到我需要的零件 如果你有需要的那辆车的型号的零件的话 你可以先上网查一下 在你附近哪一个pick and pull 有你这辆车的型号 然后再去看他们 还有没有你需要的零件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就是为了玩过来 体验体验也是蛮好的 然后或者你是为了寻宝 你可以去把每一个车厢的后屁股 你都打开全部看一看 如果你是为了学车的话 像我一样的话 你就尽管来这里随便拆 随便玩 他们也不会有人管你 如果你是为了发泄的话 你也可以来这里 砸个玻璃什么对吧 找个偏僻一点的 但是人家也不会管对吧 我大部分的学车呢 就是看网上教程 然后去来这里学 然后买一些破车 在这修 所以说还是 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 特别是你在 Kansas这种 美国中部这种 鸟不拉屎的地方 你没别的事情可以干 所以你就 找点乐子玩呗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哟